你 医生来了 爷爷 我不是医生 是个小朋友啊 你怎么进来的 我看到你们门开着 还有跟别的房间都不一样 所以我要进来看看 好 爷爷 你的房间这么大 再一个人住不浪费吗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延朗 延宋的延 延朗的朗 延宋的延 延朗的朗 那让我猜猜 你爸爸是不是叫延宋啊 爷爷 你猜错了 我妈妈叫延宋 我和我妈妈一个姓 千万不要提我爸爸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我会提你爸爸的事情啊 因为一般人都会问啊 你不想说我不会问他 为什么啊 因为我不是一般人啊 你肯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来 延朗 过来 让爷爷摸摸你的脸 爷爷 你看不见东西吗 对啊 爷爷看不见 但只要摸摸你的脸 爷爷就能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了 那好吧 只能摸一下哦 好 不错 延朗是个帅小伙子 那是当然了 爷爷 你的病很严重吗 差一点就不在了 我认识这个医院的一个大医生 他特别厉害 你认识哪个医生啊 林乔叔叔 你认识林乔 听说林乔叔叔的医术很好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对我妈妈不好 我不喜欢他 林乔认识你妈妈呀 嗯 爷爷 难道你也认识林乔叔叔吗 对啊 就是林乔叔叔救了爷爷的命啊 哦 原来他这么厉害 陈总 欧阳来了 这个小孩是我刚认识的小朋友 他叫盐了 小朋友 你怎么进来的 我看着门开着 然后我就进来了 不过我是进来陪爷爷聊天的 陈总 看来这个医院管理还挺混乱的 我一会儿跟林乔说一声 怎么什么人都能够进你房间呢 不用了 欧阳 没关系 小朋友嘛 也不用大惊小怪的 哼 爷爷 这个叔叔好凶啊 叔叔也是因为担心爷爷才会这样的 小朋友 我跟爷爷说两句话 你先出去吧 不要 我要跟爷爷聊天 没事的 欧阳 小朋友嘛 就让他待在这儿吧 好 爷爷跑哪儿去了 没事 小朋友跑不远的 这样把我们分开找吧 爷爷啊 我之前看过一个动画片 叫《明侦探柯南》 哦 里面有工程新衣 还有一个叫毛利小五郎 嗯 然后呢 哎呦 怎么了后来 严老 妈 我在跟你爷讲故事呢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是严颂吧 你怎么知道我说严颂啊 是我告诉爷爷的 爷爷 这就是我妈妈 她就是严颂 你好啊 严小姐 我叫陈天 陈先生 您好 哦 我 你好 严小姐 我叫欧阳腾 是陈总公司的 哦 您好 不好意思 孩子乱跑打扰你们了 那我们先出去了 妈 我在跟你爷讲故事呢 还有一会儿就讲完了 严小姐 严朗的故事刚讲到兴头上了 你就让他再待一会儿吧 嗯 爷爷 还是你最好 我妈都不提我讲故事了 严朗 你先跑这里来吧 你先跑这里来吧 你先 你先 放下 放下 赶快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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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先生 嗯 陈先生不会有事儿吧 嗯 我不知道 曹叔叔 爷爷他不会有事儿吧 严朗不用担心 有医生在 你也肯定不会有事儿 王俊 这位是秦莫先生 这位是秦莫先生的朋友 严肃 你好 秦先生 你好 两位不好意思 视频一下 好 总裁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好像根本就不认识我 好像连陈天他也不认识 他会以为是装的呢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陈天听到他的声音 马上就犯病了 我觉得陈天一定发现了什么 王俊 你马上去把这件事情给我查清楚 好的 哎 等等 这件事情 千万不能让张帆知道 明白了 宋总 你怎么在这儿 卢曹叔叔 你为了救救爷爷吧 延朗 怎么回事啊 延朗 严老爷是刚认识这位老先生 不知道怎么就发病了 你快进去看看吧 好 西希 走 素菜 郑总来了 好 我知道了 好 郑总 您来了 两位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就先回去吧 只有我呢 不 我要等爷病好了再走 要不然我们再等等吧 其实这件事情 跟你们两个也没多大关系 这一会儿公司要来很多人 人多事杂 你们在这儿 反而会给我添麻烦 不 我要留下 言朗 我们留在这里 其实很不方便的 会妨碍医生工作的 要不这样吧 等爷爷好了 我们再来看他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那我们就先走了 谢谢 先走了 走 我不要 зап揭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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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赶快上去了 张总 怎么回事 现在怎么样了 林乔跟王医生在里面抢救呢 欧阳童 你可告诉我 是不是你小子搞的鬼 张总 我也是刚来 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怪在我头上吧 最好跟你没关系 老陈对你那么好 什么都相信你 几乎把整个巨翼都给你了 到现在 这个老陈的儿子陈彬失踪的消息 你还交代不清楚 老陈仍然不计前嫌 我告诉你啊 你小子要是干了什么坏事 天理不容 张总 陈彬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些年我跟您说过无数次了 陈彬的失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要试着相信我 总算前就回来了 怎么会这样啊 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 陈总的心脏病一直是个隐患 我们要特别地注意了 如果再次地发病病 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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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回事啊 别着急 现在陈总没事了 突你危险了 陈总有严重的心脏病史 这个手术前我就有所担心 今天突然心脏病发了 还好抢救措施及时 不让的话真的麻烦了 老王你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 心脏病这个事情 我们谁都无法有料 病人自己激动 身体衰弱 天气的变化 都可能会诱发 陈总现在需要的是静养 不能再受到干扰 否则的话 真的会出大问题 老王 有什么办法彻底根治吗 这个不好说张叔叔 只要看陈叔叔的情况 我建议再做一个大桥的手术 这样会对他的症状 会有比较好的环境 还要做手术 对 不过以陈叔叔的现在情况来看 没有条件完成这段手术 林小 现在陈总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陈叔叔很快就会醒过来了 你们不用太担心 不过你们要保证一点 不能让陈叔叔再病发 好了 张总 到我关公室去坐坐吧 你都站在这里 好在这也没用 好吧 你留在这儿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陈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